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2024年7月25日震撼市场的消息传来 恒大汽车旗下的恒大新能源汽车和恒大智能汽车 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 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债务危机 10天之后恒大集团母公司海龙智业 也难逃破产清算的命运 这标志着该房地产帝国开始彻底崩塌 也预示着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破裂 事实上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2021年恒大就已陷入债务泥潭 截至2023年底恒大集团欠下了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的金人债务 约合3300亿美元 甚至超过了希腊2023年的GDP总量 仅在2021年至2022年的两年间 恒大就亏损了8000多亿元 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GDP 如此体量的债务危机在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史上都堪称罕见 在恒大集团旗下的诸多业务中 恒大汽车曾被视为最优质的资产 它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 半成品库存和足够的原材料 被寄予偿还集团债务的厚望 然而冰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幻想 恒大汽车自身也深陷债务泥潭 总资产仅为350亿元 而总负债却高达725亿元 即便将恒大汽车的全部资产悉数变卖 也仍将面临着30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典型的资不抵债困局 在恒大汽车725亿元的债务中 有265亿元是借款 享有优先清偿权 且已经以恒大汽车的资产作为抵押担保 乍看之下 用恒大汽车的资产偿还借款并无不妥 然而细究这些借款的构成 其中仅有18亿美元是归属于徐家印个人的债权 原来徐家印巧妙的利用了一个 自己当自己公司债权人的特殊安排 他通过恒大汽车的实际控制公司 发行了18亿美元的外债 使自己合法的成为了恒大的境外债权人 如此以来 在恒大汽车破产清算时 身为债权人的徐家印将能够优先获得债务的清偿 这笔巨额资金便可堂而皇之 毫无违和感的转移到海外 成为徐家印的私囊 这一操作堪称现代版的72家房客 徐家印在其中扮演了房东 租客债权人等多重角色 这种复杂的财务安排 也暴露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诸多漏洞 监管机构对此类行为的识别和防范能力 显然有待加强 其他债权人眼看着徐家印的这番操作 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 他们担心如果恒大汽车优先偿还了徐家印的18亿美元债务 不仅意味着徐家印可以堂而皇之的将巨额财产转移到海外的避风港 更可能导致他们借给恒大汽车的资金难以收回 因为届时恒大汽车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了 更不用说 徐家印家族在阻止其他债权人获得赔偿方面 已经累积了一些不光彩的前科 2024年2月 徐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香港状告他们的小儿子徐鹤腾 声称徐鹤腾未能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 如期偿还10.5亿港元的巨额债务 这起官司直接导致涉案的10.5亿港元资金被法院冻结 然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这更像是恒大家族精心策划的一出自导自演的闹剧 通过自家人告自家人的方式 徐家印和丁玉梅实际上是在联手防止其他债权人获得这笔资金 面对恒大家族的种种操作 其他债权人心中的绝望于日俱增 他们担心丁玉梅在香港自导自演的自家人告自家人的闹剧 可能会再度上演 因此这些债权人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 抢先一步对恒大汽车提出了债务重整的申请 通过引入外部的司法权威 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调整恒大汽车不合理的债务偿还顺序 将徐家印家族从优先清场的VIP席位挪到债权人队伍的后排 恒大汽车的困境更多来自于信任危机 今年市场一度传出有意向接盘恒大汽车的金主即将现身 这个消息曾点燃了恒大股东和债权人心中的希望 然而随后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却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市场操纵 先是有人释放利好消息 刺激恒大汽车股价上扬 紧接着一些机构在股价高位大举做空 抛售恒大汽车的股票 等到股价跌至低谷 他们又悄然低位回购 尽管目前上午确凿证据表明 这一系列操作是中国恒大自己在幕后主导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做空机构必须先从其他股东那里 介入恒大汽车的股票才能实施做空 作为恒大汽车的最大股东 中国恒大参与其中 并从中分享利益的可能性很大 这种种迹象 无不令恒大汽车的股东和债权人对其信心备受动摇 这种操纵股价的手法在中国股市并不罕见 甚至被戏称为割韭菜 但是当这种行为发生在恒大这样的行业巨头身上时 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债权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利益一再受损 其耐心也在逐渐耗尽 因此他们决定先发之人 启动司法程序 同时也迫使政府正视恒大问题的严重性 并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应对 中共政府面临两难困境 如果选择救助恒大 固然可以暂时稳定局势 但却可能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 纵容和鼓励其他企业效仿恒大的冒险行为 酿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反之如果放任恒大自生自灭 又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面对这一难题 当局的意愿是希望恒大的爆雷过程 能够比较缓慢的释放其破坏力 尽可能减轻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 然而过去三年 恒大汽车累计亏损高达900亿元 即便是当局恐怕也很难从 徐家印身上炸出更多的钱来填补窟窿了 如果当局不能为徐家印提供缩短刑期等方面的利益 后者可能会选择彻底引爆这枚炸弹 任由事态演变 一旦恒大真的走向破产重组 其后果不堪设想 资产价值可能大幅缩水 司法程序可能旷日持久 债权人可能长期无法获得应有的偿付 中国的银行系统以及与恒大有千丝万缕 联系的上下游产业链都将受到波及 整个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 在这场风暴中 不仅恒大自身难以幸免 中国经济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付出市场所料 仅仅一周之后 8月5日恒大集团的母公司凯隆智业 也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 作为恒大帝国的供股平台凯隆智业 持有恒大地产集团60.29%的股份 并且全资拥有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其地位之关键不言而喻 凯隆智业的破产清算申请 宣告了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银河系房企 已经进入全面崩塌的最后阶段 当前无论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还是电动车市场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 根据2023年的财务数据 理想汽车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为57.8% 小鹏汽车为56.8% 这两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 而小米集团虽然没有单独披露其电动车板块的具体财务数据 但集团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为49.3% 同样处于一个较为健康的区间 相比之下 未来汽车的资产负债率则接近75% 这意味着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相对较高 一般而言 资产负债率在40%至60%之间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区间 当这一比例超过70%就已经超越了警戒线 企业的财务风险不容忽视 在我们上述分析的几家电动车厂商中 未来汽车的财务状况堪称最为危险 其资产负债率接近75% 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而作为中国电动车市场的霸主 比亚迪在快速扩张市场份额和产能的过程中 也通过大量举债来实现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 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77.9% 同样显示出了过度负债的危险信号 此外电动车销量的火爆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补贴和扶持政策 然而政府补贴所拓展出的市场空间终究存在上限 当这一上限逐渐逼近 加之扶持政策开始逐步退波 整个电动车行业就将不可避免的迎来一个退潮时刻 在各项补贴政策中 中国政府最为直接力度最大的举措 无疑是面向消费者的购车补贴 我们不妨以比亚迪旗下的明星车型唐为例 根据现行政策购买比亚迪旗的消费者 可获得中央财政约3万元的补贴 而地方财政则按照1比1的比例提供配套补贴 也就是说消费者还可再获得3万元的地方补贴 这意味着单车补贴总计高达6万元 更重要的是这6万元补贴 由商家在售车时代为消费者向相关部门申报 并直接从车价中扣除 以比亚迪旗27万9800元的售价为基础 在扣除6万元补贴后 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降至219800元 相当于享受了21%的巨额优惠 除了直接的现金补贴外 电动车购置税的减免政策 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根据当前的政策规定 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可享受购置税全额免征的优惠 每辆车最高可免征3万元的购置税 而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 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则可享受购置税减半征受的优惠 每辆车最多可减免1.5万元的购置税 仍以比亚迪唐旗舰版为例 单单购置税一项 消费者就可节省近2万元的开支 除了面向消费者的各项补贴外 中国政府还通过对电动车企业的研发环节 给予资金支持来推动行业的创新发展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自2009年以来的十多年间 中国政府以直接资助的方式 累计向电动车行业投入高达2308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而且补贴规模逐年递增 这也与近年来电动车产能不断扩张的现实相吻合 除了前述各项补贴和支持外 中国政府还针对消费者购车提出了 低首付低利率等优惠贷款政策 并为车企扩充产能提供优惠的信贷 与直接补贴相比这些信贷支持政策 对于拉动产能扩张的效果更加显著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中国电动车行业的蓬勃发展 是在举国体制的全方位呵护下实现的 随着各项扶持政策陆续退出 电动车行业将不可避免的面临竞争加剧 产能过剩等一系列严峻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车企的成本控制能力 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2023年的数据显示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毛利率均在20%以上 在成本管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仅随其后的是 特斯拉中国其毛利率维持在18%左右 相比之下 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的毛利率 分别仅为9.5%和1.5% 如果按净利率来计算 小鹏汽车在2023年已经陷入亏损的泥潭 它很可能将成为行业洗牌中第一批被淘汰的对象 除了国内市场的挑战 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出口方面也面临重重压力 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 纷纷对中国电动车出口设置关税壁垒 其中欧盟的临时关税已于7月5日正式生效 一个季度之后 就能逐步观察到关税政策 对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实际影响 如果政府在电动车行业的投入 无法通过带动其他行业实现良性循环 那就等于烧钱总有退出的一天 与电动车行业的起伏相比 房地产市场的震荡显得更加剧烈 在恒大集团旗下两大汽车公司先后申请破产重整后 其母公司凯隆之业也难逃破产清算的命运 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 恒大集团的彻底崩塌 预示着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破裂 与此同时 另一房地产巨头碧桂圆的业绩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 碧桂圆7月份的销售额同比腰斩72% 销售面积更是暴跌76% 目前碧桂圆的股票依然处于停牌状态 若这种情况持续18个月 公司将面临强势退市的结局 权威机构和投资银行对中国楼市的前景 也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 野村证券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 仅是中国房地产危机尚未触底 除了销售大幅下滑外 还有新的不利因素在一致住房需求 中指院的统计数据则显示 7月份百强房企的销售额环比下跌36% 1-7月的累计同比降幅达到40% 与此同时规模以上的房地产企业数量 也在不断减少 其中千亿级的房企减少了4家 百亿级房企减少了34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野村证券建议官方采取更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但同时也坦言 这将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更引人注目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出手相助 那些购买了烂尾楼的购房者该组织提出 对于那些已经进入破产程序 缺乏商业可持续性的房地产项目 政府可以考虑动用中央财政资源 以确保项目能够完工交付 或者向购房者提供相应的补偿 而对于那些虽具备商业可持续性 但融资渠道受阻的项目 政府则可以提供风险分担资本或担保 以缓解其财务压力 根据IMF的测算 这一救市方案可能在4年内耗资约1万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GDP的5.5% 然而面对IMF的这一建议 中国官方代表却给出了明确的拒绝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不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以避免形成政府兜底的预期 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这一事件凸显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地政府债务成头公司债务委约时 往往可以获得所谓的政府兜底 甚至动用刑事手段以形化债 但当面对广大购房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官方却以引发道德风险为由 拒绝伸出援手 这种政策取向和舆论导向的反差 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 而IMF的这份报告也从侧面印证了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严峻程度 可能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 报告中1万亿美元的估算数字 已经远远超过了2023年中国中央财政赤字 规模约6000亿美元的1.7倍 在电动车房地产等支柱产业遭遇滑铁炉的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在处理企业债务违约 个人财产权益受损的问题上 政府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权衡拿捏 其一致性公平性值得警惕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